大家好 2020年10月22号吗 周四啊 现在是下午15点09分了啊 给大家看看啊 川普可能要辞退这位 开除Fair 炒鱿鱼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认为他在这个调查拜登的叛国罪的方面 工作非常的不得力 现在其实美国的执法机构啊 这些FBS CIA包括警察局 他们没有保持一个完全的行政中立 或者说执法机构该做的这个消除腐败 来够遏制犯罪这些工作没做好 看来民主党或者极左势力 包括极左势力背后的这个邪恶的势力 对美国的司法 美国的情报机构的渗透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 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 拜登啊 地下室拜登啊 一直躲着啊 闪躲啊 地下室拜登啊 地下室乔终于出来发话了 否认所有的指控 说这是川普的打手 垃圾朱利安尼的政治陷害 看过英剧啊 Late to me的人都可以从他的微表情中 看出他在撒谎 撒谎的人眼睛一般是往一个方向看 可能是往左看 然后会不断的眨眼 因为他紧张 如果给他上个测谎仪 大概就知道他是不是说谎了 说谎的人肾伤腺素的分泌会加快 就都有这么多证据了 然后这个乔拜登还跟这死猪不怕开水烫 是吧 还跟这死扛呢 现在啊 这个朱利安尼已经把这个硬碟 就是硬盘交给了德拉瓦 德拉瓦州 也叫特拉华州啊 警方了 说这个拜登的儿子啊 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性侵中国女童 美国大选临近之际啊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他的小儿子亨特拜登的 笔记本电脑啊 电脑门 丑闻啊 笔电 台湾叫笔电 就是笔记本电脑 丑闻曝光 震惊世界 最早向媒体曝光拜登父子丑闻的川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20日前天又爆料了 他已经将亨特 笔记本电脑中的儿童色情的照片交给了特拉华州警察 而多名美国政界人士证实这个电脑硬盘中 有亨特性侵多位中国小女孩的视频 朱利安尼啊 朱利安尼啊 20日对newsmax tv确认 手中握有亨特对年轻女孩做出不当行为的自白讯息 更在硬碟中找出多张未成年女孩的色情照片 他已和纽约警察局前局长凯里克将硬盘移交给了特拉华州警察 朱利安尼指出讯息内容相当令人不安 可能是我见过最糟糕的丑闻 堕落程度让人害怕 是和纽约警察官的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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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人历史 这一行动令拜登团队的一切否认都失去了意义 之前拜登阵营说相关事件都是俄罗斯的阴谋 但证据一旦交给警方就将进入司法 而不是之前双方在媒体上的攻防了 是真是假就不是当事人自己说了算了 因为朱利安尼如果提供的是假证据 将来他会有大麻烦的 对吗 他既然敢交给了警方 那就证明这个证据他们经过了验证 是经得起推敲的 应该正常情况下一定会把亨特拜登送进监狱 而且是重罪 估计应该是终身不得保释的重罪 而乔拜登 说实话 他的教子无方 包括他本人还有很多贪腐的问题 以及和境外势力勾结的问题 对吧 他就是和境外势力勾结 甚至他就涉嫌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有可能牵涉或者说他就犯了判国罪 而要经过是真是假就不是当事人自己说了算了 而要经过严格的司法检验 且犯侵害未成年儿童的色情犯罪 在美国是要牢底坐穿的重罪 实际上以另有证据显示亨特 涉嫌儿童色情 据美国媒体报道 FBI可能调查过亨特的三台笔记本电脑 其中至少有一台 可能与儿童色情案有关 纽约邮报出具的照片物证中 有一张是FBI 对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传票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叫威尔森 威尔森的签名出现在传票的首页上 过去五年啊 这个他们一直致力于追查 儿童色情案件 这个特别探员FBI的叫威尔森 纽约警察局前局长凯里克 17日亲自看了亨特拜登的硬盘之后 发推文说 我个人有机会查看了亨特拜登的硬碟 如果联邦调查局FBI和司法部 可以逮捕了马纳福特 那么亨特詹姆斯 詹姆斯是乔拜登的弟弟和乔拜登 也该戴上手铐 被逮捕了 而且这将是一个开始 看来还牵扯了很多人 美国著名的主持人 2008年副总统候选人 叫鲁雷伦特 也表示他采访的高层人士 看了亨特拜登的银贿 录像 当时亨特正在粗暴的性侵一名 似乎是8岁的中国女孩 这也太令人发指了 只有八岁 他说我的消息来源越来越多 19号就在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了视频 然后他说这个绝对不是谣言 这是事实 他们看到了亨特强奸并折磨多个中国的小女孩 说外国政府有同样的录像 这个外国政府应该就指的是中国政府 说拜登已经妥协了 若被勒索或者被恐吓 永远不能成为总统 就是如果对立阵营恐吓他 那么他就 他不能成为总统 这话说的不对 应该就是说他是一个傀儡 因为可能中国政府甚至俄罗斯伊朗政府 总之境外势力 其他国家的政府应该已经掌握了乔拜登家族的这些丑闻了 将来他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他也得为外国服务 而不能全心全意的维护美国利益 不仅在美国 在国际社会 包括中国 乔拜登的他们家族的丑闻 也是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对熟悉华人社会的华人来说 那些侵犯幼女 女童的邪恶罪犯的画面再次浮现 现在啊 现在舆论质疑相关视频是否在亨特去外国期间所拍摄 比如说在中国 如果是的话 是谁把这些小女孩介绍给 或者引荐给这个亨特拜登的 亨特在外国犯罪的次数 以及外国应该指的主要是中国啊 手里是否有录像证据 要挟拜登等等 如果坐实了啊 是外国给亨特尔设的局 那么事实败露不仅引起美国政坛的轰动 也会让外国政权地震 这个十月惊奇就不仅仅是美国的 也是国外的 乃至世界的惊雷了 朱利安尼还表示 有更多的猛料 要等到投票前十天再报 目前世界都在等待这一天 那么前十天就今天了 应该 今天是22号 23 24 还有两天 应该24号报 还有两天 现在离大选 离投票 还有12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神之以法 对罪